除夕晚上将近九点 有一名男子伙童哥哥 拿着气泄到一名烧烤店老板 为在台南东区的烧烤店去寻仇了 双方互相扭打时 正习男子遭到对方以利刃伤害 伤众不治 据警方了解死者生前曾经跟这个凶嫌 有发生嫌隙 还在脸书互呛 没想到因此酿出人名 救护人员将身上染血的男子 利用单架推上救护车 紧急送往医院救治 烧烤店门口围起封锁线 9号除夕夜晚上将近9点 正习男子伙童44岁的哥哥 拿着气泄到周姓老板 为在台南东区的烧烤店寻仇 双方互相殴打时 正习男子遭到对方以利刃伤害 台南一名41岁的正习男子 曾经和42岁的烧烤店 周姓男老板发生嫌隙 在脸书互嗆 你做兄弟的 你知道我家在哪里 请问什么意思 祸不及家人 你是要吃多了吗 我从出社会 没去过人家里找麻烦 是你那一直恐吓我旁边的人 我不在台湾 但我怎样都不会放过你 你可以试试看我的深浅 事后衍生成凶刷案件 造成一人死亡 警方在案发后 大约半个小时就逮到涉案嫌犯 依照杀人罪将人移送 刚才选保先前 曾有涉及多起社会 重大秩序事件之关系人出入 本分局早已将该处 所列为资安热点 这家烧烤店过去就许多 复杂分子出入 这一次竟然闹出人命 除夕夜原本该是团聚的日子 死者却因此与家人天人永隔 记得收听洋华台湾报道